安装Subnight Text3网页编辑器 点选右手边图示 一般来说我们很直觉的会把关键字到Google里面去搜寻 找到Subnight Text3的官方网站 它也提供32位元跟64位元的Ubuntu的安装档案 当然安装是没有问题 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在Ubuntu的环境底下没有办法输入中文字 这样实在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就放弃这样子的一个安装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依照底下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输入中文字 首先我们把这个终端机的字把它贴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把终端机打开来 那速度控一格-S意思就是你要切换到管理者的身份 那它会问你密码 密码就是NTPC 因为这是新北市政府做的这个系统 我们就输入NTPC 按Enter 所以就变成是警字号了 OK 好接下来呢 我们呢就把这些字呢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 好按Enter 然后呢一样把我们的系统呢 update 好把它贴上去 好 好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好 复制这一串网址 然后呢 好把它按Enter 好接下来呢 一样把这一串呢 复制起来 就是每一个指令呢 好我们都把它 复制 然后贴上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把指令把它贴上去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切换到这个目录里面来 好 切换到这个目录之后呢 我们要编辑这一支档案 好 那现在没有任何的内容嘛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按键盘上面的这个 insert按键 insert这个按键 把它按下去 好 那insert按键按下去之后 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插入了这个状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些程式语法呢 把它反白起来 好 反白之后复制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把它贴上 好 贴上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是插入的模式嘛 所以我们要按键盘 好 的左上角 ESC 好 ESC跳脱这个插入的模式 然后输入冒号wq 好 这代表说我们存档 而且离开了 好 那最后的我们再把这个指令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去 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串指令呢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 好 现在它开启Sumnite Text的这一个软体呢 我们现在用不到先把它关掉 好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这个目录里面来 好 那我们要编辑这一个档案 复制 好 好 贴上 好 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ESEC嘛 好 我们游标呢 切换到这一个这一行来 然后按键盘的D 键盘的D 好 这个键盘的D 按两下DD 好 那我们就把刚刚那一串 那一行字呢 删掉了 按键盘的O O 就可以插入一行 现在是插入状态 键盘的O 就可以插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行呢 把它换成这一行 好 复制起来 好 然后按右键贴上 好 那因为现在是插入的状态 所以按ESEC再跳脱插入的状态 所以我们再跳到这一行来 把游标跳到这一行来 好 一样按两个DD 好 一样把刚刚那一行字删掉 再按O 又可以插入下一行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串指令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在这边贴上 好 再按ESC 跳脱编辑状态 然后到这一行来 也是ESEC 然后呢 DD两下把它删掉 再按O 好 再插入一行 好 我们把最后这一行的指令呢 把它反白起来复制 好 贴上 好 按ESC 然后冒号WQ 冒号WQ的意思就是存档 而且离开 W就是存档 Q就是离开 好 按Enter 这样子我们就做完了 好 做完之后呢 这个终端机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到控制中心呢 啊 输入 SU 然后把这个subnite text把它打开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切换这个输入法 好 例如说我切换到苍结 好 没有成功 因为我们再切换一遍 好 输入法 苍结 好 你看我们在输入中文的时候都很正常吧 好